2017年4月14号,百歌为你整理各报评论。 首先是新州日报的评论,标题是纳吉的接班人计划。 纳吉委任西山穆丁出任首相署特别任务部长, 对此新州日报非常尝试评论专栏作者郑丁贤认为, 纳吉的做法就像是在一个不寻常的时刻进行的一个寻常安排, 而目的是朝向培养西山接班。 作者表示,从血缘、家族关系、教育背景、政治背景和理念上来看, 如果纳吉可以选择,自然是倾向西山作为他的接班人。 尽管如此,但这不代表西山在短期内会取代阿末扎西。 而目前纳吉的想法就是,宁可维持现状, 同时扶西山一把,卡一个第三号位置。 在西山面对基层和党内支持困境时, 纳吉的行动是拉提他一把,告诉其他党员西山是他的人选, 也是党内除了纳吉和阿末扎西以外的第三号人物。 因此接下来,就看纳吉如何安抚阿末扎西, 平衡两人在党内的关系。 此外也要看西山和阿末扎西之间, 如何和平分配权力,建立合作关系, 而不是产生新的对抗了。 接着是《中国报》的评论,标题是, 这个CEO是起火点。 针对美国联合航空托客风波, 《中国报》《真子约》评论专栏作者真子权指出, 一家企业最大的压力和动力来源是舆论的评价。 就好比如,提到马航先想到悲痛, 提到联航,从此只会想到他们家如何暴力虚客。 但从这起事件你还能发现, 马航最大的压力是政府, 因为真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基本上不泄露企业的发展。 作者表示, 联航曝露的问题并非联航独有, 因为拼命追求利润, 体制的机械化, 无法对话就对干, 顾客只是数字, 没有名字, 以上这些企业文化在大马到处都有。 因此, 联航事件引起那么大的关注, 原因之一也是因为, 它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, 对消失中的美好价值之怀念与悲叹。